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多数两座战斗机都使用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武器官 在飞行员管理战场的同时 武器官或副驾驶员可以管理武器系统 通信和电子战系统 但是两座战斗机的平均重量要比单座战斗机的重量大得多 因此增加的功能需要在性能上进行权衡 升级后的双座歼20可以携带更多的进攻性武器 它既可以成为战斗机 也可以成为轰炸机 奥斯本认为 制造两座歼20并不只是拉伸机身 并用螺霜固定新椅子那么简单 飞机本身可能必须进行重大修改 以支持新机组人员和新增加的功能 解放军希望装备新型G20双座战斗轰炸机 美国专家克里斯·奥斯本认为 在第五代隐身战斗机上增加第二个座位 会带来一些有趣的问题 因为它确实有可能为空战增加新的决策变量 例如无人机协调 电子战或空中情报分析 如果在战斗情况下失去联通信 造成通信拥塞 失去联系 指挥和控制至少会暂时消失 双座型飞机观察能力和决策能力 无疑会带来战术优势 克里斯·奥斯本认为 尽管人眼不一定会比高级相机 看到和看得更远 更清晰或更佳 但另一个人可能会引入新的情报分析方法 鉴于可以通过快速计算机处理 和先进的支持AI的算法来收集 组织和传输的信息量正在大大增加 因此今天双座尤其重要 简而言之 现在飞行员可获得的信息量比以前大得多 当然 计算机传感器和AI 可以为人类决策者收集 分析 并提供其他单独的数据变量 但是如何有可能沉浸在危险战斗中的一名飞行员 来决定所有与战斗相关的信息 计算可以执行大量必要的收集 处理组织和分析对时间敏感的信息的工作 但目前他们可能缺乏做出某些复杂或细微决定的能力 例如在战斗中可能会做出的决定 如果主要飞行员从事紧迫的战斗任务 也许第二个飞行员或飞行员可以监督附近无人机的运行 分析并确定交织在一起的威胁信息 或协调与附近空中和地面系统的通信 与具有AI功能的计算机的飞机相比 能够进行格斗 先进机动和监视的无人战斗 G20机身与更精简的F22机身相比 它的确更大 操作性更强 F22的机翼跨度为44英尺 在特定高度速度可达到2.25马赫 G20的长度更长了几米 但机翼跨度却达到了44英尺 美国空军报告称 G20的速度可达到2.55马赫 F22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以达到这些速度 而且还可以维持它们的速度 F22正在进行达3.2B软件升级 已将现役武器升级为AIM-120D和AIM-GX空空导弹 而且机身稍短 更圆滑 更流线性 加上潜在的无与伦比的推进 推力和高速机动性 F22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印度知名军事专家曼西亚·阿萨纳认为 与阵风相比 G20在尺寸方面显然是赢家 中国G20的长度高达20.5米 翼展高达13.5米 阵风长15.3米 翼展10.9米 高5.3米 G20为重型战斗机 总重量为19000 而阵风的重量则为9900公斤至10600公斤 中国战机可以运载370013公斤 而阵风则不能运载超过24500公斤的重量 这意味着G20能够在战斗任务中携带更多火力 在速度方面G20超越了阵风 G20能够达到每小时2400公里的最高速度 阵风虽然速度也很快 但最高只能达到每小时2222公里的最高时速 在战斗机进行缠斗的时候 飞行员经常求助于更高的升线 以避免地面对空导弹 现在阵风的最大长线为15240米 而G20的升线为2万米 此外 由于G20战斗机是隐形战斗机 因此它更有能力避免在敌方雷达上被发现 4.5代的阵风不是隐身战斗机 而是具有某些隐身功能 曼西亚·阿萨纳认为 中国G20的隐身技术水平优于阵风战斗机 据美国媒体The Drive网站报道 自从G20在2011年首次试飞以来 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中包括第二款隐形战斗机的出现 但其尚未投入服役 与此同时 许多人都在试图评估G20的武器和能力 未来发展道路 甚至是其基本任务 现在看来 该机的下一步发展 可能是能够执行训练和作战任务的双座版本 中航工业最近发布的一段官方视频显示 一个由计算机模拟动画的双座版本G20编队 虽然之前有人猜测可能会出现这种双座型号 但这显然是第一次在官方发布的画面中 看到这种机体 当然 这段视频并不意味着双座G20正在研制中 不过 这也是多年来G20项目带来的一些惊喜 当G20在十年前第一次出现在乘飞的机场跑道上时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 这款黑色涂装的战机充其量只是一款技术验证机而已 并不是中国第一架隐形战机 然而经过一些小的改进后 该机在2016年开始服役 目前已进入量产阶段 成为世界上第三款投服役的隐形战机 G20的最新重大进展是装备了一款国产航空发动机 虽然G20的原型和早期生产批次 都是由俄罗斯提供的AL31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 但最近的G20A使用的是国产WS10发动机 西方消息人士估计到2019年底 G20的制造数量约为50架 这一数字可能还包括与生产型战机 有报告显示G20的年生产能力可达到48架 但目前并没有相关证据 然而中国已经表明 它能够迅速生产大量军用飞机 这一目标很可能在长期内实现 同样重要的是 G20在继续生产的同时还得到了逐步改进 双作版本的G20将进一步拉开与对手的差距 包括美国的F22和F35 以及俄罗斯的苏57 尽管印度在放弃与俄罗斯合作生产苏57的计划之前 确实寻求了一个两座版本的苏57 但这并没有实施建造 双作G20如果装备了两套控制系统 显然将为飞行员提供一个实用的训练平台 这些飞行员可以通过作战部队 或者是战术训练部队学会驾驶战机 这将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对于G20可能执行的作战任务类型 第二名机组成员的加入可能特别有价值 西方分析人士早就预计G20凭借相当大的航程 能够在遥远的空域执行穿透性反空型任务 两门飞行员将有助于减少机组人员的疲劳 并在持续较长时间的复杂任务中更好地进行战斗管理 中国进一步扩大G20航程的雄心装置 在2017年就可以看到 一架搭载了四个大型副邮箱的G20 当G20首次亮相时 一些人认为该机可能具有进攻性作用 包括对地打击 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 但第二名机组人员在纯防空任务中也是很有用的 特别是执行那些长时间的任务 坐在后座的飞行员可能负责所有机载武器的使用 以及导航系统可攻击航空电子设备等 但中国对无人作战飞机的兴趣与日俱增 这表明在概念上 G20后座飞行员也可以控制无人机作战 指挥与美军中程辽机类似的无人战斗机 然而双作G20并不是唯一潜在的发展 人们已经考虑了G20B的前景 该版本很可能采用经过升级的国家发动机 也许还带有推动矢量控制装置 以及更大的功率 迄今为止 中国第一款隐形战机项目取得的成就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印象深刻 目前G20的下一款机型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还有待观察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其突飞猛进能力不应被低估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不同的观点 您的订阅是对军虎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